大家好 歡迎收聽理事台 很久沒見了 因為之前有段時間比較忙碌 其實我連看球的時間都沒什麼 所以就直接抽不到時間去做影片 有興趣的話可以在片尾最後留下 聽我說我球場以外的生活近況 近來就算穩定一點 所以希望之後的比賽中可以收回時間做這個頻道 回到正題 我回歸回來的第一場是歐聯白強的生死戰 就是次回合主場對王家瑪德里的比賽 首回合被對方利用後防空位打反擊 和把握著阿里珊尼亞洛的失誤 輸了3比1 來到次回合就落入一個比較劣勢的環境 作為一個利迷 其實應該對這些奇蹟的反省也很熟悉 05年歐聯決賽對AC米蘭 16年歐霸的8強對多蒙特時路夫雲的保時絕殺 19年歐聯4強對馬塞隆拿 又是首回合落後3比0 然後次回合在暗肥路絕地反擊4比0 當然大家很期待這種奇蹟會再發生 但稱得上為奇蹟就知道難度是大 雖然難度是大 但其實今場並不是沒有機會 而且機會還要來得很早 沙拉把極大的機會浪費了 他接應了文尼傳送 在禁區中射了一個沒有角度的地球 古圖斯本身已經錯腳失了重心 但沙拉直接射到他們的腳 被他擋出來 錯失了開賽只有2分鐘的黃金機會 如果這球進到 我相信整場的走向也很不同 因為我們再進多球已經可以淘汰對手 而這球其實某程度上 都是這球整場的縮影 製造了一些大機會出來 但賣滿一腳就完全把握不了 雖然賣滿方面做得不好 但今場也明顯改善了首回合的防守問題 中場的壓迫是給了很多壓力對手 相信這也是高普不用太高去踢正選 而用了衛拿道姆和尖士米拿去踢 兩個靠前的中場的原因 他們兩個的效率是比太高高 而太高沒有那個速度和體力去做一個前場壓迫 而今場用他們兩個做中場 亦都做到成效出來 令球隊大部分時間都可以拿到中場優勢和控球權 甚至連上場為人救病的兩閘身後空間 都沒有再給予對方的兩翼突破 而阿歷山德亞洛今場是會飛 又上又下 攻守亦做得很出色 而後防今場唯一最大的失誤 都是一球被對方放長傳之下欺負我們轉身 和速度比較慢的中堅菲利普斯 就有一個單刀機會 不過阿歷山都出形很快 封走了兩下他們的埋門 所以今場的中後場絕對是交到貨 不論中場的壓迫力還是後場的防守力 都比手回合大幅度改善了 但始終三叉擊的狀態都是持續低迷 亦都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今季的成績 其實自從疫情之後 即是上年我們差不多贏到英超冠軍的時候 停買回來的 三叉擊的狀態都真的不太好 一直以來這年多都是 而今季買了蘇達回來之後 他又可以馬上即插即用 每次後備上來都有作為 這樣才可以遮到阿醜 但當12月那場毫無意義的歐聯 最後一場分組賽被祖達踢足 而他又受傷 祖達休息的這三個月時間 大家就直接面對著三叉擊的狀態問題 聯賽出現了五年不勝 四年敗的狀況 而我們的聯賽榜位置 都從榜首跌到最近連贏三場 才可以回到第六 追近一點前四 而這場開頭的時候 文尼都創造了黃金機會給沙拿 但其實之後都做不到什麼 突破都經常失敗 傳送龍射門也起不到什麼作用 而廢明路和沙拿雖然都有不少起腳機會 但埋門質素真的比較差 很多時候都直接射到古圖斯身附近 讓他可以很簡單地撲出來 反而今場全隊射得最漂亮的腳 是來自尖士米娜的禁區頂射門 但也是被古圖斯撲出來 而對方有很多後衛可以封阻到我們的攻勢 卡斯米路和米利達奧都踢得很好 所以亦令到我們的進攻難度很高 很多射門都被對方後衛直接封到 一方面是我們的前鋒踢得不好 而對方的防守亦都做得不錯 基於三叉擊一直低迷的狀態 相信大家看到正選陣容中 祖達沒有份踢都有點驚訝 而上半場攻不入的時候 更加想起祖達的技術、突破、攻門能力 都是比現時正選的三叉擊來得好 我會想想其實半場是否需要趕著去換他 和太高進來 因為始終歐聯有五個換人名額 現在又要追兩球 其實早點在半場換人搏一搏都沒有壞 不過高普等到60分鐘 等多15分鐘才換人 而沙基里這種有能力改變戰局的進攻球員 更加去到82分鐘才進來 而當時球隊是沒有進攻板斧的 如果真的想搏進的話 當時局勢也不太理想 我覺得高普應該要早點決斷去採取行動 而不是等到60至82分鐘 就算你真的換進來那個人是有作用的 你覺得是否10分鐘 30分鐘的時間 令到他們的作用可以發揮到追到兩球那麼多呢 其實高普在臨場應變方面 一向都是比較差一點點的 他擅長的地方 在於他可以把球員操練好 把一些沒什麼特色的球員發揮出來 以及一些賽前的準備功夫 他換人池這件事 之前說過很多次 都是80多分鐘才開始換第二第三 甚至留著一個名額到89分鐘保時才用 當時是聯錯可能只有三個換人名額 他也是這樣做的 所以其實好像首回合一樣 半場未到就換走基達的情況很少見 但反而來到生死有關的次回合 他都沒有那麼決斷 所以都很難理解有時候 那麼歐聯的八強止步都成了定局 現在正如下來的賽季 都只能夠努力爭前四 在還有七場的情況下 我們現在就排第六名 落後第三的里斯特城就4分 落後第四的韋斯涵就3分 落後第五的車路士就2分 雖然未確實真的上回前四 但其實形勢上都不是太差 但正如下來的七場比賽都真的不容有實 幸好我們的賽程都未算太難踢 可能下星期一對列斯聯 或者再之後對曼聯 那場才比較難踢 其餘的時間都是踢中下游的球隊 而如果失去了前四 其實對於下季的早軍難度都大幅度提高了 尤其是我上年開頻道的時候 第一條關於利物浦的影片 就是講上年的夏天轉會槍 當時我們是獲得連續兩年 一年的歐聯冠冠軍 和一年的英超冠軍 所以我覺得當時換代的好時機 是最能夠吸引到新星加盟 但是現在今季歐聯有八強出局 聯賽只欠近前四都未穩陣 買人的難度提高了不少 上年已經提議要賣三叉擊 其中一個進入新星來幫我們換代 因為三個箭頭都是28、9、30歲的時候到了 那如果今年還不做的話 就更加難脫身了 之後的兩三年 真的三叉擊的時候 真的不會再有球隊接貨了 那今年夏天 所以更加要確實執行換代的工作 所以我覺得三叉擊裡面 至少有一個人都會被賣出 否則我們都沒有足夠的薪酬空間 和轉匯資金換代 另外之前也有聽過 FHG最近有一些股東的變動 就是被Webber集團和Lebongems去注資 希望他們收到一些資金之後 就不要再那麼沽寒 出一些錢改善我們的陣容 不要再說又逐約當是出了戰女資金 還是怎樣怎樣的那些 如果不是我們就會好像今季 其實今季開始之前 我都說過三個中堅 加一個客串的法賓奴 是肯定不夠的 來到現在這一刻 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 其實連一月的轉匯槍 他們都好像不想買 一月轉匯槍的時候 其實祖高美斯和雲迪克 是一早就已經收了Lead 但是整個一月 FHG都沒有行動過 真的要買一個人 直到在月底馬迪普都收了Lead 他們才肯借一個卡巴克 和買一個賓達維斯 但完全沒有踢過的回來 這樣其實球隊的成績已經為此付出了代價 所以真的希望他們夏天的時候 不要再那麼孤寒 祖高美斯和雲迪克 真的組成足夠的人數 好嗎 四個中堅其實是很基本的 三個中堅加一個客串 還有兩個是玻璃 祖高美斯和雲迪克 玻璃一向都是 唉 球隊的成績要好 當然要花點錢 你想不給錢又有成績好嗎 難道是嗎 那 詳細的話 可能我球季結束之後 再出片 探討一下下季轉匯槍的時候 的走向是怎樣 最後就交代一下這兩三個月 又沒有出片 Facebook page 又沒有出片 如果對場的意見就說完了 沒有興趣聽我近況的人 可以先走 其實因為我面臨一個事業上的轉變 1月的時候 我遲了工去開一間買飲品的實體店 所以有很多店的準備工作 我亦都要長住在店裡做 因為當時未訓練到員工去頂替我的位置 我變成一個很主力的人 一個星期七天 還要每天逗留至少十一二個小時 所以基本上我不用說 不論是出片或是做片 其實有時連看球我都沒有辦法看到 那我在球又少看了的情況之後 我都不敢很不負責任 去亂發一些意見 所以當時我 在Facebook page 和Youtube頻道 亦都停止了去做一些投票 最近這兩三個禮拜 我終於開始訓練到這些員工 可以脫身出來 做一些自己喜歡做的事情 可以看球 現在找到時間 做一條新的影片 可能這次的影片的長度 跟以前有少少不同的形式 亦都不像以前那樣 那今次回來 我不知道會不會改變一下形式 或者可以做短一點 就不用那麼格式化 這樣吧 希望以後不會說忙到真的要斷開不早 因為其實前期開舖前 很多準備工作 很多要設定的事情 永遠萬事起頭難 現在走順了可能會好一點 希望之後沒有那麼忙 可以多看球 和大家分享多點我的意見 今天就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分析 看完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是不專業研究所 下次再見